現在要示範一下儲存場景 現在這個 這個是 中間沒有縮起 要把它儲存起來 那我們要到這個 這個 畫面這個地方 在這裡 第三顆 這裡有場景 信 信就是場景 這個 按下去 按下去之後 上面我們還是要找到信 從這邊來切換 從這邊切換 然後這邊會跑過來 1 2 3 好 信 好 現在 現在已經有00了 那我們把它放在01 01 01就是這個 把它移下來 然後創造一個名稱 創造一個名稱的話 來 我們從這邊來 放在一個名稱要按哪裡 這樣 然後再把它 然後再把它 英文名稱 或者是什麼名稱 我們一般 都用這個 數字好了 然後 比如說 我都用 會寫今天 2 0 2 3 3 再來是 0 3 0 3 3 是第 一個 第二個場景 第二個場景 按下去 第二個 0303 再來2 第二個場景 過來這裡 按下去 它就存進去了 它就存進去了 20 2 3 0 3 0 3 2 今天的第二個場景 就是會這樣子 我們把它調出來 調出來試試看 現在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選到面上這個 00 00 我們按這個 00之後 按這個 Shift 看一下 1 2 3 然後它會叫我們 是不是 確認 按4 1 2 3 就是上一個場景 那我們換這個場景之後 換這個場景 換這個 2 我再去Shift 切一個 切來的Shift 這個第一個 再問我們是不是 按右邊 4 4 它有到來 1 2 3 場景的切換 找出場景就對了